先准备猪肉馅3分瘦7分肥 先给它剁一下 剁过的肉馅会更好吃 剁好之后装在盆里 然后准备一个空碗 放入几粒花椒 两颗八角 用开水烫一下 泡10分钟 这个时候再准备两个大葱 先切段 切碎以后再剁一下 再准备一小块生姜 去皮后切成姜末 剁好之后放到肉馅里 然后再放一勺老抽 一勺生抽 半勺蚝油 一勺料酒 三勺刚才泡好的花椒水 然后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打入两个公斤下的母鸡蛋 放一勺盐 少许鸡精 十三香 再来三勺花椒水 再次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多搅一会儿 使这个漏馅上劲 把水分吸收掉 充分搅匀以后加入10克的熟粮油 锁住水分 再次搅匀 咱们万能的饺子馅就制作完成了 咱们这个漏馅不仅可以包饺子 也可以做包子 肉饼之类的都可以 快过年了 咱们学会这样炒制肉馅 无论是做什么都非常的香 这个肉馅一定要给它多搅一会儿 搅至上进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着做一下 我们做包子的肉馅 用的就是这一个前腿梅花肉 叫鲜甜 等一下我们洗完净 把份肉泥 现在肉也是比较贵 26块钱 这个是肉馅 刚刚摆的前腿肉 另外还加了一些肥的 我们这个肉馅要半肥半瘦 这样做起来才比较好吃 现在我们开始活馅 现在开始活馅 盐巴 3-5克 白糖3-5克 味精2-3克 鸡精3-5克 老豆5-7克 特香粉1克 水70-80克 让肉馅充分地吸收水分 快点速度 像这样的话比较浓潮就可以了 倒入这个葱油 7-80克 带搅筋银 现在我们加入葱花50克 姜末15克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放冰箱速度 包子肉馅 制作完成 新年轻人 切断均匀 让肉馅充分地 Mart岳 起来